Sobrina她问了呢 就是说这个 她有没有去过一个旅行 对吧 她有没有去DC 那大家首先要知道 辩方在准备这个问题的时候 她是非常了解 这个证人的状态 她的历史 那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从这些提问的方式 和提问的细节里面 看到了郭先生的这种智慧在里面 因为很显然 就很多东西是基于 是需要基于辩方团队 对这个人非常深入的这个了解的 她的历史 她和其他的 曾经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的 同事的关系 人物的这个关系 如果你当时对她没有这个了解 你问不出这个角度 对吧 你问不出这个问题 今天凯琳的这个作证 推翻了她自己说的这个话 为什么Ava要用推翻这个话来说 其实这个是说到 有一个公司叫ACA 这个公司呢 这个凯琳呢 当时呢就是被这个威廉业 问去问到 你能不能做这个公司的这个 董事会成员 今天是我们的律师有问到这个事情 那问到这个事情 跟他确认了 跟这个凯琳问的时候呢 他就说这个事 什么事情都是郭文贵做了决定 因为他想让我做我才能做的 我们的辩方律师呢 就把他在2020年 一个不相关的案子里面 曾经做过的一个质询 就是一个deposition的 一个记录拿出来了 啪啪一下放到这个法庭的这个电视上 那这个记录里面 很明确的 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 到底到底是谁介绍这个威廉业 他开始说是文贵先生给他 是文贵先生介绍的是吗 在那个deposition的时候说是 王彦平把他给介绍给了这个威廉业 并不是文贵先生介绍威廉业给他认识的 所以简单点来说就是凯琳之前在 在这个就在这个郭先生的刑事案 在还没有这个郭先生刑事案之前 曾经有一个和郭先生刑事案不相关的一个案子 他被法庭叫去传唤去作证 那在他当时也就是在这个案子之前 他去作证的时候呢 人家问他说这个 你怎么跟这个威廉业先生认识呢 那他当时也是在这个几年之前 他的这个作证的这个证词 他说是王彦平女士介绍他给威廉业先生的 然后呢我们的辩方呢 是把他几年前这个证词的testament里拿出来了 然后呢刚庭又问了他一遍 他说这个你是怎么介绍的 结果他今天在庭上 他居然说是郭先生介绍给他的 所以就导致他今天的证词和他几年前 在同一个事情上的证词是不一致的 那这就是很大的一个 这个所有战友都知道 就很大的一个你在庭上 你到底哪具是真哪具是假 每个人心中就要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没错